欢迎来到月亮说,徐凯的各类古装造型和美部剧评价是什么样的呢? 本期用一个视频看完它,今年徐凯雪英灵主的打戏是真的精彩啊! 一定花了他不少的功夫去练习,原本由《沿喜攻略》里复衡一决走红的徐凯。 此后主演的古装剧却再无高分,直到今年总算给了自己一个交代。 而接下来的乐游园目测会好评,但《仙剑六里》的月金招一角定会引起争议。 绝对会掀起一波大风浪,以下就是徐凯的11个古装角色。 以及按照出道时间线的一路历程,一起来看看它吧! 徐凯古装角色1,2018年,徐凯饰演了《凤求皇》里的沈玉。 时间回到2018年1月份,由关小彤、宋威龙、白鹿以及徐凯主演的古装剧《凤求皇》上线了。 尽管该剧最终的豆瓣评分只有3.8,但对于那时候23岁的徐凯来说,这资源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 那时候也算是一位新生代的实力派演员,他因出演了中益护主的将军而广受网友的关注。 徐凯饰演的虎奔将军沈玉,一直跟随在男主荣旨的身边。 剧中,他实力护主的表现,也被网友戏称为守护摄政王府的最佳男人。 而除了是出荣夫妇安全上的最强护卫,沈玉也是出荣夫妇情感上的神级助攻。 网友们当时也纷纷对徐凯评论道,他饰演的沈玉不愧是守护摄政王府的男人呀,羡慕男主荣旨有个这样的知己。 其实,徐凯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,提前做了很多功课。 最终,他凭借着这个角色,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与认可,但是他的戏份却很少。 再加上当时刻板的浮化道,并没有完全展现出徐凯在颜值上的优势,因此那时候的他,看上去并不起眼。 徐凯古装角色2,2018年,徐凯饰演了《沿洗攻略》里的复查复衡。 时间依旧是2018年,这一年可是造成一股旋风的《沿洗攻略》上线了。 该剧豆瓣评分达到了7.1分,徐凯也因此而走红,当时还收割了不少小迷妹哦。 他饰演的傅恒真的非常帅气,前期他与吴锦岩饰演的魏英洛有很多感情戏,得体的CP真的超级甜, 复衡致死至终都在魏英洛付出,很多网友都被感动到。 他对魏英洛的深情这一块可以说演绎得淋漓尽致,也为此很多路人观众成为了他的小迷妹, 还有不少的CP粉可是哭得死去活来哦。 自此也让网友们看到了徐凯的演技,当时在新生代演员中真的挺让人惊艳的。 小编想说,看完这部《沿洗攻略》,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徐凯吧,嘿嘿。 徐凯古装角色3,2019年,徐凯饰演了《招摇》里的丽陈兰。 我此一生,许多岁月都拒拒独行于黑暗之中,可一个人的出现,却令我爱上这曾经厌恶之极的人事。 时间来到了2019年,徐凯与白露搭档主演了这部《招摇》。 其实这部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套路,最终豆瓣评分定在了6.0。 看评分也是中规中矩,但徐凯饰演的人物本身就很吸粉,剧终和白露的CP感也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。 不得不说,徐凯的脸也是真的蛮好看的,虽然从这一年就稍有点胖了,面部线条不太明显了,但演技比以前提升了不少,复衡如果是中规中矩,那么《招摇》里的丽陈兰就算是小友突破了,也不能说演技有多炸裂。 而是徐凯能够让观众感觉到他是全身心在投入。 徐凯古装角色4,2019年,徐凯饰演了从前有座《灵剑山》里的王鹿。 徐凯在这一年又演了一部热门的网络小说改编剧,从前有做《灵剑山》,这是一部搞笑的玄幻古装剧,必须要夸的是,徐凯在古装剧里当男一号了。 虽然是小成本网剧,但该剧的评分意外还是蛮高的,豆瓣达到了7.0分。 那时候网友们都觉得看得非常轻松愉快,耿点密集,实则这样的沙雕风格还挺让人无比震惊的。 这部剧由同名人气国漫改编而来,主要讲述了徐凯饰演因会星陨落而降临的奇才网络, 怀着千年未有的空灵根,并带着现代人的思维,踏入灵剑派山门,与师傅王武互相抗衡。 如果奔着徐凯的颜值去看的话,还是挺值得的,他的各种耍帅装裤也是蛮有意思的。 喜欢徐凯的,直接一口气看完会很爽哦。 徐凯古装角色舞,2020年,徐凯饰演了《天舞记》里的李璇。 这些没有意义。 你这话说了这么多年,你还不腻吗? 时间来到了2020年,徐凯已经出道了四年,这一年他主演的这部《天舞记》上当了。 而且,该剧的热度也几乎是徐凯一人撑起了整部剧哦。 不过这部剧的评分并不高,最终只有5.4分,评论还挺两极化的。 一部分网友表示,这部剧把徐凯给拍丑了,小编觉得徐凯扮演的男主性格其实还蛮讨喜的。 不仅武功高强,头脑聪明,性子里还带着吊铃铛的味道,这也是典型少年感的男主设定。 就是徐凯在该剧里的脸被拍得稍大了些,引起了一些小黑粉。 而且,剧中跟女主也没什么CP感。 这部《天舞剧》由不飞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,主要讲述了徐凯饰演的秦天成小霸王李璇。 他与背景离乡来完成使命的少女苏游莲在书院共同学习,两人从欢喜冤嫁到互相爱慕,一起历经了各种挑战的故事。 徐凯古装角色6,2021年,徐凯饰演了《离歌行李》的盛楚慕。 时间来到2021年了,开心的是,徐凯又主演了一部大型古装剧,但遗憾的是,该剧的评分只有4.9分,难不成徐凯主演的剧一年比一年低,一部比一部差吗?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,这个时候的徐凯还不是很会挑剧哦。 但不得不说,徐凯在剧中饰演的盛楚慕,从小生活在名将之家深受宠爱,可谓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,但面对爱情,她会义无反顾,因为对李依同饰演的复柔一见钟情,所以开始精进自己。 而从演技上来说,当盛楚慕遇见复柔,时而不着调的轻浮,时而靠谱的威严,徐凯将这种转变还是难捏得挺到位的。 该剧还有个亮点是,浮化到核道剧之类的被许多网友点赞,喜欢徐凯的也可以追一下哦。 徐凯古装角色7,2021年,徐凯饰演了千古绝尘里的白绝。 为生为先,可虽心所欲,但不可逾越规矩。 认真修行,他没有失忍重生的身体,却悄悄记下了这世界四年古代的地步。 还是同年2021年,徐凯与周东宇主演的《灭练仙侠》剧千古绝尘上当了。 虽然一开始的评分只有4.8分,到最后却涨到了5.3分,尽管该评分还是非常低的。 但这部剧真的让很多网友哭了出来啊,小编也真心觉得很好看。 尤其是徐凯在剧中一人分饰三绝,他把白绝的孤独、隐忍,以及不善表达但又深情的各种情绪都诠释得非常好,把轻木为了爱敢于一切的状态。 还有对于轻木少年感的拿捏,感觉徐凯都在让自己尽量做到最好。 这部千古绝尘改编自心灵所著小说《上古》,周东宇饰演的上古与徐凯饰演的白绝,他们两人都是上古界真神,以上古的成长为主线,从灵力低微的小菜鸟成长为身负苍生之重的主神,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劫难枷锁,与白绝经历了生死离别。 其实,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重刷着这部千古绝尘呢,按理说平分也不该这么低啊,很多打低分的人都只看了开头几集就气聚了。 倘若看下去,你一定会对该剧有所改观哦。 徐凯古装角色8 2022年,徐凯饰演了《上石》里的朱战基。 时间来到了2022年,徐凯和武锦炎记演习攻略后,二大的《上石》也是不如预期啊。 豆瓣评分和《上一部千古绝尘》一样只有5.3分,评分也是依然不及格,上档前因演习攻略的CP效应而炒足了话题和热度。 剧情虽然相比演习攻略差了一截,节奏上还需加强一些,但人物形象至少是立住了。 而且剧中对中华美食的呈现拍得非常美味,镜头运镜也做得很到位。 但是呢,后期却越来越不对劲,剪辑混乱导致情节不完整,似乎删掉了许多剧情。 逻辑有点不通,也有种跳戏的感觉,再加上吴锦炎的角色塑造始终不到位。 表情台词都让角色显得模棱两可,毫无魅力。 这次徐凯和吴锦炎的CP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,网友也是仅仅靠着演习攻略的复英CP的余热在撑着。 徐凯古装角色9,2023年,徐凯饰演了雪英领主里的东坡雪英。 时间终于到了2023年,万众瞩目的徐凯与纳扎的雪英领主也正式上当。 豆瓣目前还未开分,而微博的评分竟达到了7.7分。 这对徐凯来说也总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。 但是呢,依旧有很多观众表示不满,尤其是原著粉,跳出来指责剧版被魔改。 原版东坡雪英的父母并没有死亡,除了开头受难,后面一直过得很好。 而且雪英从小就是练武天才,剧版却改成没有斗气的普通人,前妻是谁也打不过啊。 不过,小编觉得徐凯的打戏真的没得说,非常精彩,演技也依旧很出色。 尤其是与母亲相认的场景,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感人呀。 此外,他与那扎的感情线也非常自然,让观众能够带入其中,尽管那扎演技的评价依旧不高。 总的来说呢,该剧节奏还不错,感情线也循序渐进,打斗场面也非常精彩,就看最终的口碑如何了。 徐凯古装角色时,2023年底,徐凯将饰演《乐游园》里的礼仪。 依旧在2023年,徐凯与景田的这部《乐游园》有望在今年年底上线哦。 这次徐凯将带来一部古装全谋题材的剧,化身为《落魄的皇孙》,搭档85后人气女神。 徐凯在《乐游园》中饰演了男主礼仪,是一位镇守边关的皇孙,不同于以往位高权重的男主人设,这次让观众觉得更加生动了些。 小编觉得徐凯这次无论外形还是气质,都与这个角色设定相当契合。 这部《乐游园》改编自人气作家《匪我思存》的同名小说,原著广受欢迎,拥有大量的书粉,可谓是为波鲜火啊。 小说中的男女主是其逢对手相爱相杀,属于男强女强的设定,双向奔赴的爱情充满了浪漫情怀。 剧情讲述了皇孙礼仪在镇守边关时受命平叛,与隐藏真实身份的将军独女崔林各领一军卷入纷争,二人在多方势力中凝争暗斗兵行险招,多次交锋中棋逢对手并相杀相爱,上演了一场大气磅礴的沙场爱情。 该剧既有家国大义,又有金戈铁马,相比以往的古偶剧,格局更大,更具有张力,也摒弃了傻白甜的传统古偶爱情观哦,因此呢,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徐凯古装角色11,2024年,徐凯将饰演《仙剑六期今朝》里的月今朝。 到了2024年,徐凯将上当一部经典系列的仙侠剧,作为无数人心中经典的仙侠剧作。 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一直都是无可替代的存在哦,尤其是那部《仙剑奇侠传3》。 虽然我们怀念胡歌与刘亦菲,以及杨幂的《仙剑》已经十几年过去了,但机会总要留给年轻人,而且也确实需要年轻人才能去展现出属于仙剑奇侠里,那种英雄少年的撒爽风姿和朝气蓬勃。 导演之所以选择了于书欣和徐凯,小编也觉得是在情理之中,但最担心的是什么呢? 这有极大可能会引发仙剑粉或游戏粉的排斥与抵触,甚至是愤怒。 导演和剧方太小瞧了一些粉丝们的情怀了呀。 稍有不慎,就会影响到徐凯的名气,对他来说真的是一次大大的挑战呀。 《仙剑六奇金招》主要讲述了月金招和月奇两人,在屋檐村相伴了三年,有着神奇的共鸣关系,却对各自的身世一无所知,然而两人携手闯荡江湖,希望找回过往的记忆,于是被卷入了启魂圣宗作乱,洛家宝血迹等神秘事件之中。 在对抗圣宗过程中,意外让月奇被封印的记忆被开启,两人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揭开,故事由此展开。 你觉得,这部《仙剑六》会掀起一波大风浪吗? 好了小伙伴们,以上11个徐凯的古装角色,小编还是最喜欢复衡,其次是雪英,你最喜欢哪一个呢?